跟我们的趋这个盖相连 所以它的角度很重要 它的角度 比方讲我这样子 如果这边是接触点是宽关节的话 这个是宽关节 它是不是直 直的 直的当我底下在动的时候 当我这样子的时候 它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是这样子 当我要往前走的时候 后腿推的时候 如果这个角 宽关节角度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变成往后倒 所以宽关节的角度 你随时要调整 当我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是站定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震放的 当我要往那边走的时候 当我这个后腿变斜了 我这个前面的角度应该在哪里 让我的后腿 你看那时候它是往前走 我如果是这个后腿改变了 前面宽关节角度还是在这个地方 当我后腿一蹬的时候 后腿一用力 它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这样你不懂 你刚才在上那个步的时候 你上那个步你再来 从这个 要到洞 走 从这边 对 走 走 好 你看它上步一瞬间 人是不是往后倒 你 你有没有发现到吗 有没有 你再来一遍 你们看 走 走 好 现在在这里了 走 你看你看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上步要进到别人近距离的时候 你不可以有这个时间的 表示你这个上下的连贯错了 所以要怎么办 怎么办 你再来 好 你在这边准备 它准备要上 上去了 是不是 你这个地方的角度要稍微调一点点 在这里 这边的角度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当你一上的时候走 你的整个 这样 这样不懂 要差一点点 宽关节那边的角度 还有腰的角度 还有腰 是不是这样的 你在这里要上步了 我在这里上步 可是我的你看 我的宽关节角度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一上步 上步那一瞬间 变成 力量变成这个样子 我要在这边 我再把它拉回来 不行的 你已经死了 那么懂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要上步 你这里的角度 就要先调好了 这个角度调到一个角度 是我在上的时候 刚好那个角度 我就上了 这样不懂 所以宽关节要活 宽关节要活的原因 这是其中之一 原因之一 因为你随时有 不同方向的行动 你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 宽关节的那个角度 很重要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你整个在行动的时候 下身能不能跟上身连起来 那个力量能不能连起来 关键就在你 宽关节的一点点的角度的变化 这样懂了 跟腰 腰也是一样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的腰是在这里 你看 你的宽关节在这边 腰在那边 你怎么上 你一上步的瞬间 一定是 一定是这个样子 你一定是这样子 再往前 这样不懂 你要往前 所有的动物 你看它要往前了 它的势是什么势 它还没跳 它在草丛里面 是不是 看到猎物了 它的势是这个样子 它的那个 后腿的角度 那个角度 身子脊椎的角度 都摆好了 是不是 摆好了 机会一到 巴一个 整个出去了 你不会看到一只豹 或者一只老虎 要出去了 它后腿一蹬 变成这样子 站 再往前 不会嘛 是不是 所以你动以前 你要摆好跟跑步一样 短跑 以前短跑 大家随便站 有的人这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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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后面还有一个助跑器 让你蹬 然后你的角度摆在哪 你的角度要摆在一个适当的角度 后腿一蹬你的身体 就像剑一样出去 你如果摆的角度不对 你后腿一蹬你的身体回来了 就差那一点 这样不懂 因为我们的关节是活的 尤其是髋关节那个地方 非常的活 你一点角度 没有摆对 没有控制好 你的整个力量就断掉 晓得吗 所以自己在练的时候 为什么要慢 要慢 你看每一个地方 你都要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调整它 我这一步上去 上的是不是合理 我的结构适不适合上这一步 这些地方都要去 在慢的当中去自己体会 自己检验 再练练看